来到街上就像在看一场口罩时装秀 每个人拼颜色 拼款式 觉得可爱或是觉得很难得的话 就是比较特殊的话就会收集起来 男生我们是比较喜欢素面的 但是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性格 这个还有苹果绿 还有蓝色 还有白色 厂商推出各色各样的口罩抢供市场 不过消保处击查却发现 市面上有些彩色防尘口罩 居然含有致癌的藕蛋色料 针对这项问题指挥中心回应 将由经济部标检局启动市场购样计划 针对实体店网络平台进行裁减 如果说有减出有这个所谓的 藕蛋色料的油和物质的话 那就会依消费者保护法 相关的规定来处理 那最高可处150万元的滑环 尽量买盒装口罩 拿来药具买 然后有医疗 属于医疗未属质号的 器材的质号的口罩 这样会比较安全 医师提醒虽然颜色通常都在口罩的 对外层并不会直接碰触口鼻 但拿完口罩没有洗手 有可能就把有毒物质吃下肚 因此也提醒民众请洗手 大约新闻线山李明华特别报道